無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半夜怎麼會有四匹馬在逛大街 他們全來自台北市大業路上 這間竹風馬場 有一些搭棚的工人 還有法師他們 還有一些親朋好友來 所以可能那天晚上我知道是 那個門栓沒有處理好 那我也沒有察覺到 兩週前 馬場主人的母親過世 法會期間經常發出聲響 導致馬兒心情浮躁 加上搭棚工人 沒把門關好 才讓這幾匹馬有機會跑出去玩 因為昨天小朋友他們回來 他們說因為都沒有牽出去 那平常他們比較沒有騎乘經驗 他們牽出去 然後結果他就到那個 分化爐裡面 他們自己就跑回家 私人經營的馬場 馬匹平時養在圍裡裡 只有一道扎門防護 附近的和諾威馬場 可大不同管理森嚴 每一間馬房都有像這樣的兩道門栓 而且全部朝外 所以馬兒其實不可能會自己把門打開跑出去玩 馬房層層防護 馬舊還有鐵捲門 加上監視器24小時看管 馬兒就算想偷跑也難 雖然竹豐馬場主人強調 這回純屬意外 但三天來就發生兩次走失事件 馬兒受到了驚嚇 也波及車輛 成了兆討助教 記者劉氏偉章若語 台北採訪報導 馬俊